大陸人數值很差 這句話是我從小時候 我身邊的一些台灣媒體朋友 一直給我灌輸的這個概念 隨地大小便 亂丟垃圾 可是我從八月來到大陸這麼久 一直到現在 我都沒有發現到台灣媒體朋友 所說的這種類似的情況 就是剛剛也有給大家看的就是 其實可以發現就是 在大陸的話 排隊的話 上守護梯 一樣大家都是很有秩序的在排隊 左邊的位置都是讓給比較有事情 有著急的人先走 然後右邊的話就是相對不是這麼著急的人 其實這個部分的話 還是就是跟台灣挺像的 就是不趕時間的話 就是大家都會就是站在同一邊 那趕時間呢就會站在左邊 所以你看可以大家都有看到吧 就是不趕時間站在右邊 左邊就會立馬就下去 所以你說大陸人沒有素質吧 我還真不信了 是吧 你看大家都很有秩序的在排隊 這個地鐵站底下有個箭頭 就是往下的就是先讓就是裡面的人先出來 那你看要上車的 大家都站在上車往車廂裡面這個箭頭 就是很有方向 大家都很有秩序 你看控住了一條道路 讓要下車的人可以順利下來 剛剛在車廂裡面的時候 也是就是有一些就是老人上車 或者是帶著小孩上車 又或者是孕婦上車 其實都是大家都會主動說讓座位 也不是說就是台灣媒體說的 這大陸人都沒有什麼秩序 然後坐地鐵就是都不敬愛長者 也不就是關心老弱婦孺之類的 就是自己來一趟就可以發現 其實在台灣很多教育思想灌輸的 都是錯誤的觀念 就是特別對大陸有偏見的那種 其實我覺得吧 不應該給就是某些地方 或者某些區域貼上一些標籤畫 我就覺得不是說什麼天生哪個地方素質就好 哪個地方素質就不好 是吧 就是人的本性還是要靠環境跟教育 就是不斷的去培養 你看培養環境還有教育學習 而且來到中國大陸這段時間吧 我發現已經是經非洗筆了 就是移動致富領先在全球前 他要蓋一個火車站從無到有 只需要一年 國外有些地方甚至都要好幾年了 就是怎麼說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高度發展 是需要方方面面都具備 不是說你有一棟101大廈是吧 又或者說你有一個地鐵以及物價高 就可以代表說有多麼的高科技 就是並不能讓人家深刻的感受到 是有多麼的現代化而先進 而中國大陸正在前進的道路上 努力不懈 廣州是個世界文明的一個大城市 是個人人互相監督的大環境 我們可以發現就是整體一直都是 往好的地方發展 我們應該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這個事情 且應該得從自身做起 用實際的行動創造一個良好的氛圍 透過這個氛圍可以潛移默化地去糾正其他人的行為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要發揮好教育的作用 用教育來塑造每一個良好的社會 對於好的教育 我認為台灣更需要努力才是 記得點贊評論加關注哦 抖音